长期以来 以美国领先的北约国家 在俄罗斯边界地带 经常出动飞机进行侦察 示威等挑衅活动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消息称 俄罗斯值班防空部队2018年 发现并跟踪外国军机约3000架 其中1000多架为军用侦察机 为此俄军值班部队 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打4000多次 并有约20支导弹和战斗机部队 长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俄军为这些打也不能打 赶也赶不完的战机 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苦不堪言 最近俄军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根据俄罗斯卫星网12月15日报道称 本周一增落在美国后院的两架 图160重型战略轰炸机 一架安124重型军用运输机 和一架一二六二远程干线飞机 在完成对委内瑞拉的国际访问后 已顺利返回俄罗斯驻炸机场 聚机图160重型战略轰炸机 是在穿过大西洋 加勒比海 挪威和巴伦汁海水浴上空后 成功降落在委内瑞拉某国际机场 其飞机飞行距离超过1.2万公里 并完成了空中加油等飞行任务 俄罗斯远程战略轰炸机 这次突然飞复和美国长期不对付的委内瑞拉 引起了美军的高度关注和戒备 美国与委内瑞拉隔海相望的沿海地带 紧急竖起了大批防空导弹 数十架F16C战斗机 F22隐形战斗机 也在墨西哥湾上空来回穿梭 整个美国南部地区如临大敌 美国之所以如此兴师动众 高度紧张 主要是委内瑞拉这个一直跟美国作对的国家 离自己的家门口实在是太近了 对此美国能不紧张吗 破罐子破摔 一直奉行光脚不怕穿鞋战略的委内瑞拉 可是什么事也敢办的 委内瑞拉国防部长洛佩斯就直言 感谢俄方 双方将继续组建一支高效有利友好的合作团队 并称将扩建两个能起将重型战略轰炸机空军机场 欢迎俄军战略轰炸机长期免费入主 图160重型战略轰炸机 作为俄罗斯远程战略航空兵的主力作战机型 俄军计划在五年内生产列装二十架 最新型的图160M2远程战略轰炸机 与建议的十六架图160轰炸机一道组成 俄罗斯远程战略轰炸机 三架马车中的主力作战机型 如果以美国领衔的北约战机继续在俄罗斯家门口转悠 俄罗斯将考虑在委内瑞拉长期部署 这种威力十足的战略轰炸机 必要时将挂十弹纸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